就是在採檢後那通常 這個就是採檢單位就會給這個病患 就是一份這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 還有採檢後應注意事項的一個通知給這個個案 那他這邊就是講說希望採檢後三日內 需要遵守一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他最重要的是排在第一點 就是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且外出時應全程佩戴醫用口罩 所以剛剛講的是有一位民眾他在18號採檢 那如果依這個規定他應該21號 等三天完畢之後那才能夠搭乘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當然不信他20號就有搭乘 所以有關這個也有了解他是在台鐵上面有換了車廂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台鐵對外發布就是他在8車10號 跟4車10號這邊都有待過之外 那另外我們也會 所以也有請台鐵這邊希望能夠如果有目前已經做這個實聯制的話 他可以通知這兩個車廂的民眾 那特別做自主健康管理 說陽性的我們一定會及早的來通知 但是陰性的讓他要等三天 確實也造成一些困擾 可是事實上在整個陰性在現在的量這麼大的時候 要主意的來通知也有他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請那個健保署跟機關機關署 這邊來合作 那未來我們檢驗的結果會上載健保那個 個人的那什麼網 會在健保的快一通的資料裡面來顯示 那這樣子就不用主意的來打電話 但是陽性的我們還是會主意來通知 那陰性的話就可以在健保的快一通 可以查到自己的一個資料 那這樣會降低這樣的待期跟焦慮感